北韓真的是一個神秘的一個國家 所以它裡面到底有些什麼樣的狀況 外界常常是不得而知 你也千萬不要跟北韓太好 太好說不定隨時就被抓起來 然後變成人質 就連他們以前的御廚是日本人 可是聽說也被捕了 最近兩個外國人在北韓失蹤 引起了國際的注目 其中第一個我先講 北韓第一御廚 藤本兼二 當年他回去的時候 我就說他一定會被抓的 為什麼 他什麼叫回去 就是他回到了日本之後 又回回這個北韓 1988年他就是金正日的第一御廚 那金正日特別喜歡吃他做的壽司 好 結果後來1998年 他到北京去買食材的時候 有傳聞說他跟日本的警司廳部長 通過電話回到北韓 你還繼續當廚師 繼續做 但是我把你轉進了一年半 他嚇死了 嚇死2001年金正日要吃海膽壽司 所以你做 他說最好的海膽是北海 金正日說你去買 他到了北海道以後不回北韓了 他在那邊做了13年第一御廚 他不回御 就在日本躲起來 躲起來就算了 他除了吃本書又上電視 上電視的書都在說金氏家族多麼豪奢 多麼愛吃 其中有一本書專門講 他們喜歡吃各式各樣的奇珍 譬如說他說給他們做河馬肉排 哇 誰吃過河馬的肉排 牛排 豬排 羊排 河馬肉排 可以嫁擠 對 然後他說他喜歡吃蜘蛛 喜歡吃蛇 都是你把人家金氏的這種通通都報出來 舌尖上的秘密 好 結果2012年金正恩當家了 他是看著金正恩長大的 金正恩同時玩玩 金正恩說回來 他就回去了 金正恩給他一個大的擁抱 他就放心了 好 2016年他第二次回去 金正恩又給他一個大的擁抱 2017年他回北韓去 開了一家北韓有史來第一家 日本壽司店 當時我就說你完了 果然現在日本人把他當作 這個中央情報局 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 把他抓起來失蹤了 第二個我要講一個 這個澳洲的學生 叫做希格利 他在這個失蹤 他是讀金正恩中和大學 但他喜歡在臉書上 寫這個北韓的情形 就把他臉書開了又關 開了又關 這是G20澳洲總理 到處請大家去救他 甚至給川普說 你如果跟金正恩碰面 能不能救救一下我們的希格利